今年的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大赛的金奖已经决出来了 就是来自于意大利的本土选手朱塞佩 帕格尼尼小提琴大赛实际上历史悠久 从1954年他第一届开始 在02年之后就改为了每两年一届 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赛事 可以说是小提琴界的一个风向标 那今年这个金奖的选手 在决赛的时候拉了一首非常有名的小提琴的经典曲目 就是柴克兹基的小提琴协奏曲 我们呢还是一样 也可以来对比一下 今年的这个金奖的选手和另外一位小提琴家 演奏同样一首乐曲能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差距 我们今天要听到另外一个小提琴家是谁呢 其实是我们的老朋友 因为我们之前说到过他就是李传韵 这首小提琴协奏曲呢 经典到每一位小提琴家都会演奏 但是在当时可不是这样 在当时这首曲子出来之后呢 其实风评很差了 有人甚至都能说出柴克兹基的小提琴的协奏曲 让人认识到小提琴居然可以臭的这么刺耳 就是诸如此类的话很多很多 包括当时柴克兹基写完这首小提琴曲拿给圣彼得堡的教授 教授就直接以无法演奏判定的这样技术上无法实现的一个结果 所以这首曲子确实是技术难度还是很高的 好在有位小提琴家叫做布洛茨基 也是初次演奏这首协奏曲的小提琴家 在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之下呢 不断的去演出这首曲子 慢慢慢慢的被世人所接受 一直到现在成为了大家最热捧的一首小提琴协奏曲 那这首曲子实际上是柴克兹基受到了拉罗的一首曲子 叫做西班牙交响曲的影响和启发之下创作出来的 虽然叫西班牙交响曲 但实际上也是一首小提琴协奏曲 所以这两首曲子之间其实是有很多共通的地方 一说到西班牙的音乐 大家脑海中肯定有那种非常狂野 或者非常不羁的那样的一种感觉 所以其实柴克兹基的这首小提琴协奏曲里 当然有俄罗斯非常强的民族性 音乐性的歌唱性质 这样的一种感觉 那同时也跟这个西班牙这种狂野呀不羁很有关联 大家马上要听到的两个不同的人 演奏同样的这首小提琴协奏曲的时候 要带着这样的一种感受 整个是一种很很青春的 很有生机的一种感觉 那我们就可以先来听一下 首先我们先听的是朱塞佩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听完朱塞佩之后呢 紧接着我们再来听一下李传韵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完大家应该有很明显的一个对比啊 我们听到这个就是 《卡古斯基小金星协奏曲》里面的舞题 也就是这个旋律 你听我哼唱 包括刚才听到李传韵拉的时候 你都能感觉出来我在看能介绍的那种 俄罗斯名谣或者民族性音乐的那种歌唱性 并且是非常青春的感觉 非常洋溢的感觉 是吧 非常生机勃勃的那种感觉 然后这个旋律出来之前的那一段小提琴 是不是就是特别像西班牙的那种格调 是吧 所以我们听到李传韵拉的那都是表达的很淋漓尽致 就是在它第一个音出来的时候 你就被它吸引住了 你就想往下听 但是朱塞沛吧 可能对于没有听过这首曲子的人来说 第一次听觉得旋律是挺优美的 但是除了优美之外 好像就没有什么其他的 反正就优美的都一样 是吧 跟其他优美的曲子也都差得多 更别说我刚才说的那两个特性 是吧 俄罗斯的这种歌唱性 还有西班牙的这个《鸡翼》和《狂野》 其实从它的音乐表达中都不能够感动 那这首曲子我们刚才开头也介绍到了 这个技巧性确实是很难啊 那它里头非常炫技的一个部分是什么呢 每一首协作曲里头都有一个片段 叫做华彩片段 英文叫做Kedanza 我们之前说过这个华彩片段 实际上呢就是单独流出来一趴 给这些独奏家呢 进行展示的环节 以前的Kedanza这个部分 实际上都是即兴的 就是这个独奏家在现场 及时的一种表达 符合他当下的一种表达 但我们现在听到的 所有这些Kedanza片段 都不可能是这些独奏家即兴的了 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大家不具备即兴的能力了 我一直在讲即兴这件事情 其实并不是只属于某一个音乐类型 比如说爵士乐 其实从最早古典音乐的时候 所有这些我们知道的 伟大的作曲家音乐家们 他们其实都有非常非常强的即兴能力 从巴赫开始 是吧 他儿子都说了 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东西 能够把他老爸的这个即兴给录下来 比他写出来的还要好 然后莫扎特大家知道神童 是吧 那即兴信首年来 贝多芬不管是自己想出来的主题 还是别人给到的主题 都可以即兴的非常好 包括大家喜欢的肖邦 浪漫派 大家觉得他的音乐符有诗意 符有幻想性 是因为他很多的作品 都是他在即兴的过程中完成 但我们现在的古典乐呢 甚至连最应该有即兴发挥的部分 可单子啊 我们都是按照谱子上的音拉下来 每个人拉的都一样 那我们可以来感受一下 朱塞佩炫的这个季 朱塞佩炫的这个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呢 再来感受一下李传韵 拉的这个可单子 李传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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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学院派学出来的人 他们只能在兔子的重压之下 苟延残喘 我不知道大家听李传韵拉琴的时候 尤其这个滑彩段落是什么感觉 我觉得啊 李传韵能够让这小积情张口说话 就是他活过来了你知道吗? 你听他拉的滑彩段落 你不觉得他是在炫技或者是什么? 而是说 如果那个小积情真的仿佛活过来 他看着张口说话像人一样 就那种很神奇的感受 但是这个朱塞佩吧 就是真的是被这技术折磨的 但是小积情也被他折磨得够惨 小积情一个劲的想要张口说话 但是他说别说 闭嘴 就这种感觉 就是活不过来 离这个有生命还远着呢 只有李传韵这样的 他可以脱离开谱子 因为他的技术 他的所有东西都是凌驾于所谓谱子之上 所以他可以去自由地发挥 没有任何的局限 限制 另外一方面 他就是有一个自由的灵魂 但是一点点不损耗这个音乐性 其实我们看他加了这么多东西 不要被这些花里胡哨的外表所迷惑 真的去听他的音乐表达 他是真的可以让你感觉出来 这段他到底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而不是像朱塞佩那种 虽然音都是正确 但是他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呢 音乐有没有很强的一种连贯性情绪 是不是连贯的 这一切都已经被技巧所压制住了 他得很努力地把这个东西拉出来 所以这都是本质的区别 所以实际上我们刚才也讲了 急性这个东西 从古典乐一开始 每一位非常伟大的作曲家音乐家 他们都有很强的急性能力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李传韵才是真正那一刻 传承了这些伟大音乐家预估 因为他有这个能力 因为这些伟大的灵魂都在表达的是音乐 而不是在表达谱子 所以我们也不难看出来 我们之前也讲了肖赛 我们这次也讲了小提琴界 帕格尼尼比赛 无论是古典乐里面的哪一个细分领域 都可以看到很相似的一种情况 也说明整体来讲 古典乐确实是走向衰落的一个阶段 最有古典乐精神或者音乐精神 创造力精神的像李传韵这样的音乐家 乐被现在的这一套体系 包括这个圈子所排挤和排斥 我们在看李传韵拉琴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非常循规蹈矩的古典乐圈 成为了他最大的一个限制 但是并没有真正限制住他自由的发挥 我们在听他和乐团合作的时候 包括他跟其他的钢琴伴奏合作的过程 我发现的是并不是这些人限制了他 而是这些人拖累了他 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办法能够跟上他的步伐 一个自由的表达 怎么能够和非常刻板的照本宣科匹配在一起 这是不可能 而我们现在的现状很多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当出现李传韵这样的一个天才般人物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可以自由的去表达音乐的时候 反而会被整个环境显得格格不入 我们之前也说过他 然后也受到了很多听众朋友 包括他的家人 包括他本人的反馈 还是那句话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有机会能够为他办一场音乐会 然后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 能够亲身的现场感受音乐的美妙和神奇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